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旗鼓雙贏 今天漲了兩百多點 應該有開心一點吧 可是我之前已經跟大家說明了 現在是高檔震盪對不對 結果前幾天的跌勢 其實對於整個高檔震盪的格局 已經有所破壞了 我們現在看一下 今天最大的消息絕對是這個 俄烏談判難解 歐美股重挫 當然他們收盤沒跌那麼多 而且他們前一天還漲 我們228休息對不對 他們228有開盤 然後呢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於說 這樣的格局有什麼轉變 OK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的加權指數 發生什麼事 這是加權指數的日線的K線圖 好 現在喔 我說我們看趨勢有兩種模式 一個是看什麼高低點就好了 對不對 另外一種看均線 這邊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我說趨勢怎麼判斷 我說我們看趨勢的 老師一開始就跟大家講 我在判斷趨勢 以形態來講 什麼是多頭 低點越來越高 高點越來越高 空頭剛好倒過來 高點越來越低 高點越來越低 低點越來越低 對不對 好來看一下 高點越來越低 低點呢 是不是越來越低 有沒有 好 第二個 均線 多頭是黃金交叉 成多頭排列 空頭是死亡交叉 空頭排列 好 什麼叫黃金交叉 就是 短期均線向下交叉 長期均線叫 向上的 向上是黃金交叉 向下是死亡交叉 好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台子齊 加權長怎麼樣 它是不是高點越來越低 低點越來越低 所以是 以形態來講是空的 均線呢 準備死亡交叉 因為它還沒交叉 快要了 然後看到這個圖呢 我發現 這個圖跟之前有一次 的圖是幾乎長得很像 來注意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時候 就這個時候 有沒有很像 超級像 2020年的2月19 是前年 前年的2月19 這一天是開紅盤之後的狀態 OK 我為什麼印象深刻 因為那天我就看開盤之後 一路跌 好開紅盤之後長這樣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 大家還記得嗎 是不是新冠肺炎剛開始要流行的時候 剛開始 大家一開始也沒覺得那麼嚴重 所以說 開紅盤之後跌 之後反彈 然後這邊是不是出現什麼 這時候也是要交叉不交叉 然後之後可以死亡交叉 對不對 那現在呢 現在是什麼消息 現在是不是長這樣 是不是也是跌破了 是不是也是跌破了 拉起來 那問題是拉起來會幾天 不知道 然後如果說OK 它已經正式交叉下去 是不是會出現這個樣子 那時候是 是不是高點越來越低 低點越來越低 均線死亡交叉 那時候是新冠肺炎 對不對 現在呢 現在這時候是什麼 惡巫之戰 我說消息有沒有影響 我說我一直跟大家講 消息就是一個趨勢的催化劑 會造成什麼影響 不知道 你事後才知道 只是事前這個跡象出現了 你要不要看一下 來 剛剛還沒給大家看完 剛剛是不是2月19號長這樣 對不對 2020年 來跟你講 隔了一個月 隔了一個月 2020年的3月19日 一路跌到這 跌到的 8523 那時候跌了3200點 看到沒有 所以說不要去輕忽這種 現象已經出現的時候 我已經講得那麼明白 本來 本來喔 本來來看一下 本來如果說 如果說 OK 他這一天沒有中錯 沒有破低 整個格局都還不完成 他已經破低了 已經跌到季線以下 準備要交叉了 但他交叉之後 再這樣子下去 那就要小心再小心了 可是很多人說 現在 今天看一天大漲就覺得 沒事 我們就事論事 這樣叫沒事嗎 我說趨勢不是一天造成的 它是一段期間累積出來的 你要一天反轉沒那麼簡單 那既然如此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要看一下 看清楚現在趨勢長怎樣 我搞不清楚那一群 使命看多的分析師是怎麼一回事 不應該睜著眼睛說瞎話 好 我們回來看一下 今天的全值股 幾乎全面上漲 除了台積電 除了中華電 中華電先不看 我們看台積電好了 台積電平盤 有沒有看到 漲最多的是誰 漲最多在這一塊 是不是又是航運股 然後還有鋼鐵 鋼鐵 上禮拜五是不是有談到 鋼鐵的一個部分 我上禮拜五跟大家提示一個東西 是不是就鋼鐵股是不是轉強 是不是鋼鐵股的趨勢轉正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鋼鐵的狀態 先來看一下 今天全值股裡面航運 鋼鐵最強再來航運 再來什麼 連電日月光 然後塑膠也很強 2%多 對不對 看一下類股 你看一下類股 我說前一天有跟大家講說 我們看到一個 比較好的現象是什麼 整個成交比重 類股的成交比重 出現什麼 電子54% 航運20% 其他都4%5% 不過這是個好現象 然後有人就會問說 老師這樣不是跟你剛剛講的 要注意走空的這個狀況 不是相矛盾嗎 我說這並不矛盾 現在的格局 現在一個 整個成交比重 是屬於健康的 表示什麼 短線的反彈是有 可是重點在哪裡 我待會跟大家講 如果會跌 某一個類股會帶頭跌 想知道是哪個類股 等一下聽就知道 現在跟你講 現在是怎樣 其他的 就整個族群 整個台股 他的一個成交比重的分配 是剛剛好 我說什麼叫剛剛好 電子沒有掉到50以下 50到60之間 其他的 航運在20上下 對不對 還有金融 也是在4%上下 OK 所有的東西都是剛剛好 表示什麼 資金 整個市場資金 他的配置是OK的 對於整個輪動的格局 是正常的 好 那個很好 可是趨勢的形態 並不OK 好 現在是反彈格局 我應該已經講得很明白 旁邊就寫了 反彈就反彈了 反彈你可以決定 要不要去做這個反彈段 你可以不要做 老師做期貨的 期貨選擇權我們反彈也沒做 為什麼不做 因為後面我們看到的是 它可能會出現 像剛剛我提的 2020年2月份出現的那個狀況 中錯 好 所以我們期貨選擇權 不用去搶這種短 為什麼 因為它已經到達什麼 這個反彈的滿足點沒有太遠 來看一下 我說 很多人都說 這個均線是落後指標 可是說實話 它就是有參考性 它的一個季線在這 它的一個月線在這 交叉點就在這 除非它直接穿過去 帶量收最高 否則的話 這是哪裡啊 看一下 18,000 17,988 18,000 就是18,000 的反壓重不重 絕對重啊 不是嗎 好 那空間就剩這樣 我幹嘛去搶 不需要 好不好 我們就等著 它不夠強再來做 好 那有人就問老師 說老師它一直長上去 那就長上去 沒關係 我們沒有做空又不會賠 對不對 我們是等著做空 等著做空 就是等它有轉空的條件 再來做 現在沒有 現在反彈中 我們就等一下 可是股票可不可以做多 可以啊 為什麼 因為老師是不是前一天 有跟大家介紹 鋼鐵股今天漲多少 來看一下 鋼鐵股今天漲多少 今天的鋼鐵股在這 整個類股漲了 對不對 看一下 鋼鐵在這 3.87% 看到沒有 你光是買中鋼 賺的都不少 對不對 前一天老師會介紹中鋼 那還有其他的部分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來跟大家做分享 運打頭部徐老師 新春大優惠 期貨加選擇權買一送一 四個月只要三 期貨加選擇權買一送一 四個月只要三 最後一天 速播專線 02-2781-0909 02-2781-0909 運打頭部核心超購物 運打頭部核心超盤團隊 運打頭部核心超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忘賭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那個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運打頭部徐老師 新春大優惠 期貨加選擇權買一送一 四個月只要三 期貨加選擇權買一送一 四個月只要三 最後一天 速播專線 02-2781-0909 2781-0909 歡迎回來我們旗鼓刷影 剛剛是不是講到鋼鐵鼓 鋼鐵鼓哪一天講的 來 前一天才又提示大家 鋼鐵2月25 短中線的多頭格局 已經成形了 那天有沒有跟你講 今天呢 直接跳上去 哇一個鋼鐵漲得快4% 對不對 當然它後來沒有收最高 可是格局 趨勢出來就是出來 然後我是不是提示了 我說不知道買什麼買這個啊 中鋼 2021年EPS4.02 短中線多頭格局 今天呢 漲5.42% 前一天才講 而且是中鋼鐵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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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天才講 36% 今天漲了快2塊 對不對 以這邊來看 老師是不是趨勢判斷出來告訴你了 你是不是可以去買 今天是不是有很多鋼鐵鼓 有的都漲停板 才會漲那麼多趴 整個類股 那有人就問說 老師那航運呢 我說航運 當然也OK啊 我說裡面不OK的 我待會告訴你 來 航運 2月25 當天告訴你 它就是區間盤整 今天呢 盤到這裡來 它突破了沒 它沒突破 可是格局有沒有壞 也沒壞 對不對 它是不是陷入這個區間盤整的範圍 可是大家注意看 現在的成交量 跟之前的成交量 還蠻差不多的 對不對 是不是都在這兒 就看它後面有沒有量 有沒有跟上 或是量縮下去 量縮下去 它就繼續盤 你看這裡盤多久 這裡足足盤了一個月 那這裡咧 還沒發生你不知道 對不對 可是這邊我直接告訴你 這一天跳上來的時候 告訴你 它跳上反壓區了 所以馬上兩天 三天就來高點 之後做震盪 變成說 它在上面的反壓 在不在 有啊 絕對有 只是說 它有 沒有辦法繼續 帶量上工 那才是重點 至少你現在買 航運沒有賠錢吧 老師在那邊一直跟你講 整個趨勢行情是這樣 你看 你剛剛看到的是鋼鐵 剛剛看到的是航運 這兩個類股 是多頭還是空頭 已經講得夠明確了吧 對不對 然後那這邊既然講得夠明確 那到底什麼股票 哪個類股有問題 來跟大家講 我先講台積電 來台積電 台積電之前已經有畫出一個支撐線給大家看了 為什麼你花在這 因為這裡出量嘛 對不對 好被跌破 如果說你又馬上賣價差差不多20塊 好跌破重要支撐 你說馬上要彈起來嘛 你看 連續出量 不漲不跌 我到底想幹嘛 不知道 可是格局上 它跌破季線 月線也正在往下彎 你看喔 之前是在月季線之間盤整 盤了多久 快一個月 跌破之後 會馬上上來 我一直跟大家講 沒那麼快 好 可是你可以在600塊以下 開始做慢慢買的動作 那是針對台積電喔 不是指其他股票喔 懂意思嗎 好 很多朋友 我之前 從以前到現在 像我以前 在服務客的時候 常常有聽到朋友說 我兩個禮拜前 就已經看到那支股票了 沒有買 現在已經漲多少 我說 你 當你留意到一檔股票的時候 你又買一點吧 假設你本來要買10張 你可以買一張 買一張要幹嘛 他說買一張無關痛癢 我說那一張不是拿來賺錢 那一張是拿來幹嘛 讓你注意到它 不然你會忘記 OK 當你留意到它已經開始做 所謂的盤底的動作的時候 你就可以再加碼 當它轉強的時候 你可以再加碼 可是當它一直在落底落底 你就看著就好 懂意思嗎 它一直在破低一點 你就不用理它 因為一張也賠不死你吧 可是它卻可以讓你留意到 真正的潛力 真正的好股票 值得你長期去觀察注意 好不好 來 另外我跟大家講的 你看到台積電長這樣 來給你看一下電子股漲怎樣 電子 這是整個電子類國 欸 格局是不是跟 跟剛剛那個什麼 台積電相 可是它更弱 為什麼 它為什麼更弱 因為它已經 月線跟季線做死亡交叉 高點越來越低 高點越來越低 低點越來越低 已經非常明確 又死亡交叉成立 哇 那電子不就 白白了嗎 對電子最弱 剛剛看到鋼鐵 剛剛看到航運 有沒有比較強 強多了吧 電子長這樣 好那既然電子長這樣 你覺得呢 出現矛盾現象 什麼叫矛盾現象 傳產金融 多頭 電子空頭 可是電子又是佔最大的成交比重 那怎麼操作 那怎麼操作 所以說我們可以擇 多頭的部分 像我們鋼鐵做多 電子走空的 做空 這樣你就不用怕說 這個盤子往哪邊跑 對不對 或者是OK 我剛剛講的是短線 那如果說你要做一個佈局 一個什麼 說一個中長期的 我已經提了很久了 兩個禮拜有了 現在開始陸續已經有報章媒體在那邊講 講什麼 佈局低本益比高股息 你去看 報紙就開始飆 我說老是兩個禮拜就講了 哪一些是低本益比高股息 來看一下 是不是這些 看一下 低本益比高股息 本益比多高 2.7 夠低了吧 3.3 對不對 我這邊標出來的 本益比不到7 看到沒有 所以這些股票 你是不是可以多留意一下 這些股票 它不一定是什麼 它不一定是電子 不一定是什麼 航運 它可能什麼都有 OK 可是你要留意的是什麼 你可以選擇 有成長的 去買 去找機會買 那問題是什麼時候買 那你就要看老師什麼時候較勁 對不對 低本益比 它預計一定大部分都有高股息給你 今天有人說什麼 易龍電 它的配息率多少 8% 我本益比6倍的 6倍的 它配息率可能有10% 搞不好還更多 如果剛講的那個電子 現在的媒體報的那些 它的本益比都還沒這個低 懂意思嗎 對不對 像現在 我一直跟大家提醒 大家先搞清楚 目前的大勢 什麼叫大勢 大盤趨勢 大盤趨勢就不是多頭 對不對 我說去年 去年 漲這個圖形的時候 你去做多不就拜拜了嗎 這是前年 對不對 你假設你這個時候去做多不就完蛋 現在的行情 是不是跟那時候很像 那你這個時候去做多 是不是相對危險很多 很多人都不以為意 可是當這個趨勢在發展的時候 那你不就 會賠很慘 對不對 老師 做期貨選擇群 今天大漲沒出手 等什麼 我等反彈結束啊 對不對 等它轉弱 因為我們手上股票多頭部位 那期貨呢 如果盤勢不對 我們期貨就會進場 做空 選擇權 可以買put 你在做 你在這個空投格局的時候 你去做期貨選擇權 你把它當作是避險 也可以 你要拿它來賺錢 也可以 可是重點是 股票不方便去做空 前一天已經跟大家分享 因為 開股東會 前登記要回補 除權席要回補 而且每一家 這個股票能不能空 還不知道 你怎麼去做空 所以你要去做空的話 當然是做期貨獲選擇權 而且你做股票的空 你要花多少成本 你自己知道 可是做期貨選擇權 你只要花一點點錢 你就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那幹嘛不做 對不對 而且趁著現在 今天最後一天 來 今天最後一天 期貨加選擇權 買一送一 只要三 最後一天 如果說 你認同剛剛老師跟你講 我已經舉例了 而且還把歷史的一個狀態告訴你 現在你還在那邊很樂觀的 不知道說 現在的行情怎麼樣 那你可能隔幾天看就知道了 對不對 老師是坐這邊跟大家分享是步步為營 看著事實發生了 我們找了歷史事件 根據什麼 邏輯分析 做出來的結論 就是如此 不用看太多 現在 絕對 不像個多頭格局 大家 交易一定要小心 今天 最後一天 期貨加選擇權 買一送一 四個月只要三 青春大學會 到今天為止 要 馬上電話聯絡或掃瞄CALCO 來告訴我們 希望今天節目對你有幫助 謝謝大家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